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华创联航A-House 我是主持人Leo Leo这一期又回到我们珠海的十字门中央商务区 在我们中海的环宇天下5号地块的现场 为什么来到5号地块呢 过去呢 我们出现过有B区的 汇德里的独家产品 有B区 即是4号地块的独家产品 我跟大家预言过 就是到最后尾声 现房阶段的时候 我们会再和中海谈一些我们独家的单位出来 包括我们E区 即是5号地块 当然要谈218 169有难度 但是羊房的美货 我们已经优先搞定了 大家希望这条片都可以立一个flag 之后218和169 我们都会尽量争取给大家 这次带大家来看是我们第十二座 我们是5号地块的羊房 一线山景 这两套的现楼对比于以往了解过5号地块的价钱的朋友 对比过羊房价钱的朋友 相信一定会带给大家的惊喜 而这两套货中也有一套是Leo 应该在8个月前和大家分享过的一套前后露台的特色户 在香港喜欢特色户的朋友非常多 所以这条片大家一定要认真看 先和大家去片看一看我们今次的特色现楼单位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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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还记不记得陈己何时和大家还在工地的时候 拍过这间特色户 当时价钱有多少呢 大家可以看以上的这条片 当时我们介绍过二楼的单位 其实是有前后的平台 即是说类似大家说的 我们香港以往见识过的一些特色户的单位 同样地是五号地化 现在属于一个燃柳的阶段 我们真的千辛万苦 才可以签到这个独家权 并且享受我们华藏联罕独家的这个供底的价钱 今次介绍给大家的这个就是我们201的单位 这个是一个前后花园通透南北通的 141平的户型 同样地 大家可以看到 都是一个专梯专火的设计 所以这几条片 必须在这里才开始展开我们参观的仪式 其实它的入户的大同位置和我们169平的单位 是一样大的 所以基本上我们可以享受到 同样是高区单位的一个空间的利用感 同时可以享受到 洋房超低密度的居住感受 入门之后 这个户型 其实就是一个比较传统的南北通透 我们所谓的儿女房 或者父母房 其实就是单独的一边 同样地 我们会做一个隐形门的设计 把这个房间分开在一个单边的位置 先来看看我们的房间 这个房间大概是13个平方 是一个方方正正的房间 大家知道其实洋房的重要卖点就是南北通透 并且户型市井 曾经何时了解过这些 我们华语天下5号地块 是医区的洋房的朋友都知道 没有六七百万是拿不下来的 但今次我们独独家的单位 而且是现楼 做什么价钱呢? 先告诉大家说 五百多万而已 这个是二楼的特色户 当然我们看出街来说 主要是看来源的一个位置 这个方位是望向南向的 我们会看到楼下是我们一楼花园户的一个 花园位置和三角形 围栏对开是我们屋苑的工区 再外面就是我们猴子山的新闻公园 在这边之后我们从侧门走出去的话 走山是很方便的 其实基本上关上窗户 大家都感受不到外面的汽车的噪音 所以其实双程的Low-E 架空玻璃 在这里的运用上非常之重要 作为一个南北通透的户型 首先大家肯定少不了的 必须要有的就是一个五米的开间 这里不是横厅 是传统的大方厅 整体的尺寸来说 以往参观过D区129屏 看会展的朋友 对户型理解上就会比较深刻一点 同样地也有一个五米的开间 全尺寸的一个露台 当然它的重要卖点 都是一个通透的户型 所以我们先跟大家从阳台开始去看看 作为E区 其实整个设计上 包括在用料上 全部都不同的 其实我们在这里都可以看到 旁边的房子已经封好窗 如果大家将来希望 这房子可以利用到面积更大 我们旁边的朋友已经封起了 OK 当然我们阳房的单位 由于它是五号地 所以其实它外场的用料 颜色 都和我们前排218屏的纽黄 是全部统一的 例如大家看到正前方 第11座的阳房 都是用了一些深灰色的粗线条 的珍石漆 搭配一些 我们叫做铝索版的金属线 作为一个整个外立面的雕刻 那么同样地 这里之前和大家介绍过 这种L字形的露台 有什么用呢 就是我们可以在大的那边 可以作为我们的观景平台 就是我们左手一边的这里 这里变成了一个正方形的开间位 对接着我们其中一间客房 这是一个客人的房间 对出的位置 其实就有一个方方正正的位置 这里实测过可以做些什么呢 四个人打麻将 或者四个人坐地 坐在这里非常之舒服 而且在这里看出去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猫山的森林公园 之后靠近我们的这个位置 其实会有一大片的露营公园在这里 当然这个山地公园 之后是交给政府运营的 所以就算它的名名叫做露营公园 但是它是不可以过夜的 所以大家不需要担心这个露宿者的问题 减于这个问题 我们已经多方面向政府考究过这件事情 反而一线的山景 看出去其实也是很舒服的 虽然看不到海 但是其实十字门的这个地段 有这样的配套住宅 再加上这样的山景 再加上我认为最低的是价钱 我们回到客厅的位置 顾名思义二楼是一个特色户 其实之前介绍过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 当来到餐客厅的这个位置 我们是一个LDKG的通体式建筑 当然它们和169一样 当大家不需要利用到厨房的时候 我们可以将整个餐厨完全分隔开 但当大家需要煎煎炸炸炸爆炒的时候 亦都可以把它自由地去一个收房 平时不用的阶段 我们就会将它全部收到暗位的位置 整套Rosary的烫门非常之顺滑 同样地和我们218169一样 我们会带到一个大的Island洗中间 整个厨房就叫做布浸式的厨房 洗射主是两边都可以的 当然我们的牢租的位置 洗手的位置和我们的备餐区域 都可以符合到现在现代人居需求的最高配置 当然Leo现在身处在这里是一个厨房 但我们同样地看出窗外 都可以看出一线的一个园林的景观 所以说通透的户型是通透的好处 第二个亮点 作为特色户 它特色的位置就是我们有双面的一个露台 这里过渡的位置 其实是会有一个 摆放洗衣机和干衣机的位置 这里已经做好了 由于其实这里是一个半开放式的位置 所以它的防水已经做得比较好的 雨楼的插梳又有三个 祝贺大家把所有的东西 例如什么 上下水有了 可以做机器人 上面踏高可以做干衣机、洗衣机 有一些烟气的标头都在这个位置 全部做好了 而对出这里 因为这单位还没有搞卫生 来到外面我们会有一个很大的露台位 这个露台位 其实是属于一个基本上是全震送的面积 其实它的形状是L字形的 好像把菜刀一样 因为在这个方位 其实我们还会有一条过渡 过渡的位置 方面大家可以做一些雨棚 或者一些便利的铝结构 例如一些铝柜 大家知道平时那些收纳的杂物 其实可以推在这条走廊里面 因为这条走廊大家都不需要经常去到 OK 并且它有一些 本身建筑物的一个腰线条 一些装饰线条 其实基本上不是一个很方便的一个位置 所以大家可以利用这边做一个杂物房 反而这个全露天的位置 大家可以做一些雨棚 做一些户外的一些餐具 餐桌等等 平时这个位置 吃一下早餐喝一下茶 其实是一个非常舒服的位置 因为我们整栋 看一看上去 只有我们那么一间特色户 所以这个特色户 针对一些想要前后通透湖形 并且要有大露台的朋友 这是最佳的选择 这个单位其实我们谈了真的很久 上一条片我们跟大家分享 D区和之前会得理的独家房源的时候 跟大家说过 我们之后会在5号地块 都会有一些独家房源单独申请出来的 很多观众朋友可能未必相信 EQ你也做得到 结果我们真的做得到 之后还会有什么 还会有69的户型 218的户型 和花圆户 花圆户就是下面的这些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下面会有花圆特色户 喜欢这种类型的朋友 都可以打电话给我 OK 我们接下来 希望将我们一个准现楼的 懷疑天下的一个 尤其是E区 我们5号地块之前 宣传做得不够多 喜欢这种类型的朋友 都可以连续上我的电话 先和Leo聊聊天 好了 我们看一看 我们居住的朋友 静区的一个位置 当然 这里是一个相对传统的户型 我们静区全部都是单边 或者一条走廊都见了 除了我们一个父母的房间 在日门的左手边之外 其他正如三间房 和公共卫生间 都在这一边 一些基础的配置 就简单和大家展示一下 这一边的房间 就是对出去 我们外面窗台的位置 和一个露台 而另外一边 就是对出去 我们主露台 即是景观露台的位置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前后位 房间 都是对出有露台位 好了 最后我们来看看 我们主人房的位置 主人房的面积最大 折挥有20个平方 当然 由于这个摆位的问题 其实这里做了一组柜 但最早期 我们在上一期节目 和大家分享过 这个房间 如果 以这一组柜 为基础 其实大家要再添置柜 其实不是那么理想的位置 所以 这组柜 我建议之后 其实是可以拆掉它 重新做的 最好就是做一个L字形的 shape 第一 第一 打横的这一条 可以挡住床头 看出厕所门口的方向 第二 我们在入房的时候 这条动线 就会经过一个L字形的衣务间 是一个过渡式的衣务间 这条动线 其实我们这样走的动线 就会很舒服 转右进去 可以选择衣服 进去 进去 转左进去 就可以去到睡房的位置 同样的睡房 我们都是 看回山景的方向 这里的户型 其实是西南偏南 因为基本上 望向这个方位是南向 西向其实是我们的保水区 所以这个方位 其实基本上是西南偏南 例如我们现在正直是夏至 我们现在下午5点钟的时间 大家可以看到的这些阳光 是晒到窗台 而已 晒不到入屋的 所以这里大家不需要担心 晒晒 反而是两边的露台 在下午的这个时间 晒衣服非常之舒服 因为阳光可以晒我们整个露台 喜欢阳光晒三个朋友 这里很棒 OK 好了 看看我们最后主人房的厕所 主人房这边由于我们是E区 即是5号地块 所以全线的单位全部都会带有浴缸 当然我们一个企光和浴缸的位置 在我们室区的最尽头 好了 这期节目其实除了我们的2楼的特色户以外 其实我们还有一个高层的单位 分享给大家 由于其实这几座阳楼的楼层 不算太高 所以去到中间楼层 大家有些朋友不喜欢那么近马路 都可以适当考虑一下我们的中区 我们还有一个5楼的位置 分享给大家 来到5楼 其实整个户型一模一样 但是去到中高的楼层开始 我们会有什么景观的变化 一会儿跟这里出来看看 去到中层之后 其实虽然我们都是靠着马路 但是我们可以接近到半山腰落坡的位置 以往我们在画法弯彩的时候介绍过 这个山的最高高度是64.03米 其实我们现在身处的位置 是山南向落坡的半山腰位 在这个高度开始 尤其是在阳房的这个位置 其实开始看到一些海景 虽然不多 但是这里真的可以融合了有城市景 就是我所说的skyline 山景 海景 以及蓝天景观 尤其是在我们露台偏大的这一边 在这个角度看 其实坐在这里是很舒服的 为什么呢? 我们虽然都是有一些小小的海景的部分 有一个山落坡的部分 但是其实出来的效果 其实是比较美的 尤其是今天天气是比较好 而且在正前方角这个位置 之后猫山的这个森林公园改造之后 正前方角这里 是会有很大片的一个露营公园 和一些运动的场所给大家 这边整治完了之后 就不是这样 一个烂河堂 和一些烂以前的巴椒田 之后其实出来的氛围感是会强很多的 所以这两套单位推荐给大家 尤其是他现在 我们说上年龙海族独家的这个价钱 我认为在市场上是非常之有竞争力的 再次跟大家讲一讲 这个竞争力指的是安全线 也就是说在这个大环境之下 我们普遍认为这个价钱 买到环与E区 即是5号地块 价值最高的这个地块 并且用这样的价钱去买到 我真的认为价钱非常之合理 而且符合到安全线以下的阶段 单价是不会高过4万 这个价钱是我们公司才会独有的 所以喜欢环与天下 并且对这种 即素不要那么大的特色互感兴趣的朋友 我认为大家真的要快 因为这个单位一拿到 其实是在一个小时之前 Lio现在马上赶到这个位置 跟大家做这个拍摄 所以对我们环与天下 尤其是对珠有十字门 这几个楼盘感兴趣的朋友 都欢迎 连带友上方的电话 找到Lio 索取更加多 关于这两个单位的更多资料 希望大家第一时间 可以来到现场 进行一个实地的参观 我们在现场等待大家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by bwd6 by bwd6